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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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次你就是定妆照 对不对 你会走什么样的一个立线 可能还是会延续 我这种比较干净的长相 还有比较简单俐落的妆型 那就是这样吗 这样吗 对啊 就穿这身吗 是说要我们穿的彩色一点 在镜上有点突破吧 就是头发什么的 然后有点小小孩 那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说 有没有很美 有没有很美 有没有美大 要不要吃葡萄 就这么大 评委评长 就是那种挠人的 那挠人的小心 来来来 那种那种 那服装上呢 服装上 不会不会 就想比较简单化 生活化一点吧 然后有点色彩感觉 那这次我们到 阿雪上金庄长 你希望走了什么样的风格呢 真的有点小小的女人味 但是又不是太成熟的那种 我可以说我第一首唱这首歌 不行 这样是 可以 随便你 对 我不行 对 就是我第一首歌就是唱那个 明天我要嫁给你嘛 就是我打算 对 养不起很长 然后一打算我穿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婚纱 也不是婚纱 婚纱有点那个小婚纱那种 对有点小 有没有被我这身雷到 对我刚刚有发现一套很漂亮的古装裙 所以穿给大家看一看 那里还有很多 大家跟我来 你看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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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还有美女快点跟我来 哎呦你怎么也穿成这样 这个好看吗 好看好看好看 等一下拍照啊 这个等一下拍照啊 这个好适合我 对我也觉得挺漂亮哈 有没有很漂亮 哎可是今天导演跟你们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啊 就是穿说穿颜色亮 这个颜色不够亮 我不管他们了 我就这样穿就可以了 好像你也做不了桌 对 好漂亮 对对对 你也快点跳一跳 你也换一张 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 哎我们今天拍要是想去穿这个吗 我也要穿 等一下我们今天要穿这个 我帮你穿了要不要 不 不行 对 为什么 你干嘛去吃饭吗 不理你们了 哎 咱们就在这儿过一下眼门是吧 要来给大家讲成招呼 嗨 大家好 对我发现这边最美的就是我 因为我很唐啊 对吧 因为你很突兀 对 很不公平哈 是吧 都个个比我高 还说我很突兀 为什么 对 因为你确实很突兀 下一个哈 下一个人 我觉得他为了 为了要采访就换上评比鞋 我觉得 师兄很大 不合适 我有说我要把我的鞋漏出来吗 你们看那种古装的都应该是那种扛进去的吗 大家加油哦 怎么家你告诉我 今年的快女个个都会聊天 真的 飘走 对 飘走 OK了 我们所有的快乐女生都很亮丽也很可爱 就在今天下午 我们20强的选手将进行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开场舞的练习了 在这个百忙之中 他们仍然要继续的接受我们的采访了 接受我们的采访了 来了解一下上一周的三层PK 我们所有的晋级选手有什么样的感慨呢 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既开心 而且还有大一点不开心 因为晋级了是一个证明我是有能力的 一个事情 但是也代表着以后的路更艰难 在定的是书庙林 看到其他姐妹的离开这个舞台 然后感到很舍不得 然后最后说一句就是 我会带着你们的梦想继续往前进导 加油 留下的是金音玲 恭喜我们的金音玲 心情是几月中掺杂了一些就是悲伤吧 接下来的比赛里面就是 无论是晋级还是被淘汰 我们广州上去还有所有的 剩下的二十位 剩下的十九位女生 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哭着晋级下着离开 就像妙玲她哥哥说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第一站晋级的真奇 恭喜 这次是第一个晋级的 所以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忐忑 然后也比较平静 现在就是在想下一轮唱歌 自己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再慢慢的改进 可以感受到孙欣欣晋级的这一时刻 现场是沸腾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些时间 应该留给我们在舞台上 撑了这么久 表现这么棒的林小佳 林小佳淘汰的时候 第一轮抱她淘汰的时候 我就已经忍不住了 就哭了 然后她后来复活的时候 然后一边唱 然后我就 就是很受不了 就会哭 然后最后她淘汰了 反正我整场下来 我的感觉就是很纠结 然后很舍不得 然后也很愧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问题 我对自己没有遗憾 然后希望上下的好姐妹 好好比赛 加油 然后比赛那天 从头到尾都紧张 因为我觉得就是 可能我自己啊 气势也不够啊 给大家可能 没有带来那种感觉 看到丁丁又被淘汰了 所以当时心里就是 感觉我们两个 虽然晋级了 但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包括到昨天 情绪也是一直没有缓过的 如果被淘汰的话 我就要回去 开饭店 开超市都好 我想回报 爸爸妈妈 今天早晨 丁丁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她回家了 说让我带着她的梦想 然后浅阳唱曲 所有好姐妹的梦想 一直往前冲 然后我当时心里 特别难过 她说 所以我走了 然后 但又居然下午就走 说希望你可以 带着我们的梦想 一直努力 我们俩会好好的 然后让 其他走的姐妹们都放心 我选择谁吧 选择谁 一个是我们的DL组合 一个是我们的孙欣欣 那两个人吧 那两个人就是DL组合 对吗 恭喜我们的DL组合 成功进去全国20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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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级之后 感觉怎么样 难受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们队长说了 要带着我们六个人 一起晋级的 结果 可能是各种原因吧 然后 雨晗和 单几也没有进 心里面还是蛮难受的 对 然后他们 其实我们长沙六强 真的很团结 然后姐妹感情很好 他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在等着他们 其实晋级之后 刚开始我们 以为我们会留在 终极PK 因为 即使有我们的话 其实我们 每一场 基本上我们都是 带病王 然后我们其实也想 唱第四首歌 然后结果进了 当时挺意外的 也特别特别开心 想到马上 就又要比赛了 又要有压力了 好紧张啊 霓丹姐 淘汰 昨天晚上梦见霓丹姐了 真的挺想他们的 有的时候 在看别的唱剧的 选手在唱歌 如果唱到光雨晗的歌 我会说 我想光雨晗了 唱到霓丹姐的歌 我会说 我好想霓丹姐 霓丹姐呢 唱歌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四十五度 后面有个凳子 然后跳个二朗腿 特脸 反正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我觉得我知道他们两个 也不希望我太难过 我也明白他们怎么想 所以我肯定会 很努力地带着他们的希望 然后带着剩下的几个 长沙的队员 然后在一个 重新组织起来的 二十强的大家庭里 跟大家和睦相处 但是在台上 我们会毫不留情的 李小佳 是淘汰的 恭喜杨阳 你是晋级的 恭喜杨阳 成功晋级 恭喜 特别的救星 但是又不能哭出来 就是 有压迫自己 就是不要 哭得太难看 因为接下来 可能还有比赛嘛 就是我当时 还没有晋级的时候 尤其是刘欣 她作为冠军 就是她一直 就是每一个人 每个选手就是 我们自己赛区的选手 淘汰的时候 她都是 特别特别的 那个伤心 然后眼泪 就是大地大地地 往下流 我觉得 而且她特别地自责 她觉得是 自己的问题 没有带好大家 上一轮的比赛 我觉得我自己 有很大的收获 就是不能再 就是不敢再随便地 突破风格了 就是 还是保留自己 原本的风格 然后再精益求精 尽量地唱到最好 发挥到最好 发挥到极致 这一轮比赛 比的 就是 我是最后才晋级的 比的比较辛苦 一直PK 因为之前 所有赛区的 就是之前在 地方的赛区比赛的时候 我一直都还进行的 蛮顺利的 这一轮 没想到自己 就是会 走到 就是到最后一轮 其实 咯噔一下 是会有的心情 但是后来 我觉得就是 很看得开我自己 就是心态上的比较好 然后 我最感动的就是 当我在 最后PK的时候 我长沙的 所有的姐妹们 为了我 给你们俱功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 在切手面前 给他们俱功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请安静 我们来看一看 两位老师的跳 到底会投给我们的 孙欣欣 还是我们的 林小佳 三 二 一 恭喜 孙欣欣 成功进行 大家现在进几篮 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付出 都是有回报的 然后就像我说的那样 我在台上 我就是独一不二 我无所畏惧 谢谢 我还要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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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家要加油了 我们37强所有的选手都是万里挑一的高手 在三层PK中有不少的人气选手也遗憾地被淘汰了 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长沙 沈阳和广州三个唱区被淘汰的几位选手 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林小佳 PK女王林小佳 遗憾指数五颗星 号称PK女王的林小佳一路走来可谓是津津战战 PK之路不断 首先是在5月27日上演的广州唱区三十进十的比赛中 与好姐妹邱芳丝上演姐妹大PK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为何会追 三二一 林小佳 恭喜林小佳 又在广州唱区十进六的比赛时 以微博人气最高复活的林小佳 与广州唱区最强奇葩流线地进行PK 强迫我慢慢知道 突然就像月光 三二一 林小佳 恭喜 我觉得我有PK女王这个名号其实还蛮危险的 就每一次都会走到最后 别激动别激动小佳 在二十强初一赛第一场临近尾声时 林小佳再次以微博人气最高复活 PK对手是来自长沙唱区的妖娃美女孙星星 好运气并没有又一次降临在林小佳的身上 PK女王最终还是在PK台上终止了自己的快女之路 我们人真是各自都在原地 把彼此整成两个世界 林小佳 听说你是PK女王 我觉得没错 你的声音有实力 但是呢 刚刚听了白天不懂夜的黑之后 我有点小失望 因为这首歌耳熟能详 很多艺人都唱过这首歌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刚刚的表现 平平而已 其实不遗憾 因为我也没有想过 我可以一直走到全国三十七场 那你能到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其实每一场都很深刻 因为每一场我都很坎坷 走到最后 想要新饼 我会好好努力 会回来的 郑秋红 以近乎完美的侧脸照而获得最美快女称号的郑秋红 一路走来以轻心取风 轻力外形 掳获人心 在石金六的比赛中 郑秋红以一首天亮的让观众重新认识了她 听到说明天亮的让观众重新认识了她 这首歌对我有很深的意义 然后有很深的感情 我第一次登上舞台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然后爸爸就很喜欢 然后我曾经就答应过爸爸说 以后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唱给阿婷 但是现在爸爸不在了 我怕就怕这场以后 然后都没有机会再唱 在二十强的突围赛上 郑秋红已改往日的甜美歌路 以一首有些摇滚的第一天作为应战曲目 刚才的表演还是暴露出来 你自己唱歌的气息和自己音准控制的不足 这个比赛然后哥哥跟妈妈都担心很多 然后特别是哥哥很为我操心 然后以后如果有什么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 但是就一切都顺其自然 号称45度最完美侧脸的郑秋红完美羡慕了 我们长沙唱曲的关雨晗和倪丹姐也都是人气非常高的选手了 那倪丹姐是我们全国首张帕斯卡的得主 他终究没有能晋级我们的总决赛 那关雨晗是我们的摇滚女王 然后很可惜下一场呢 你看不到他继续摇滚了 啊 Rock you 摇滚女王关雨晗 遗憾指数五颗星 201快乐女生长沙唱曲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孩 她特立独行 帅气 被评委评价为无可挑剔的女孩 她就是关雨晗 作为摇滚女王的她 在舞台上她将摇滚进行到底 2090年级我们的总决 So you get it now And all the questions of me It's cheaper burning like me We'll she go down and go in Oh dear But she's been kind of lonely I know she have a baby I know she make her really excellent mother How did I try? I know I can't dream Something about you So we dig deep We're falling together You feel me but now I know she's he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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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但在20强突围赛上 关雨晗的发挥 似乎有些差强人意 I won't forget you What the wonder was wrong I know I need to stand But then be strong Don't play she nice 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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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er for God's side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Do you forget 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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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Do you get it no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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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说过你是摇滚女王 四个蜡烛的主台跟你的配合 其实非常的曼妙 可是你在主台中间好像似乎被束缚住了 你的肢体是那么有爆发力 曾经今天没有让我看到一个有爆发力的 一个摇滚女王的关雨晗 而是一个紧紧张张的关雨晗 我觉得能比到什么样就比到什么样 其实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 情歌天后 倪丹节 遗憾指数 三颗星 倪丹节是201块的女生全国第一张PASCA 曾经她以深情的演出打动了评委 而在2016月18日 倪丹节却只顾快了女生全国37强 最爱你的爱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被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却没有感动过 倪丹节 逃退 唱唱的姐妹加油 我不会放弃 还会继续努力 在这套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还有爸爸妈妈 我努力了 加油 有关系 舞台结束了 我的音乐还没结束 加油吧 加油 谢谢丹卷 我爱丹卷 我最爱丹卷 我最爱吃丹卷 长沙和广州的六强 分别只有两位淘汰 而我们的沙杨六强 却有四位离开 真的很残忍 我们的火星才女王木然 和人气选手蔡婷玉 都遗憾地淘汰了 广告之后 我们将带来他们的精彩的赛事回顾 还将揭秘我们的王木然的创作 小秘密 我很喜欢他的那首 我不是曾一可 那在这里呢 海涛也告诉大家 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节目互动了 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58820 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想唱就唱 大家好 我是海涛 那刚刚有说过 接下来呢 要揭示一下我们王木然的 我们的创作的小秘诀了 他真的很有个性 这也代表了我们想唱区一贯的风格了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如果海涛有机会给你出一道考题的话呢 希望你要加油了 火星才女王木然 遗憾指数五颗星 一声休闲清爽装扮的典型90后 无厘头思维的歌词 配着清新旋律的吉他弹唱 王木然的出现 给沈阳唱区带来了干净的校园风 歌词里充满着略带羞涩的淡淡爱意 再加上王木然自称一派的俏皮演唱 这个小妮子独特的原创路线 越来越让人喜欢 火星才女这个名号也不进而走 而每次瞎想的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他笔下唯美的事 你好 画家先生 真高兴遇到你 你坐在广场的喷泉旁 下午三点的阳光 音韵的光圈里透着细腻的水滴 背对阳光的你手直画笔 他特别有台 然后他写的歌 写的事 因为我们有个诗社 请就办 大家 我为社长 我特别喜欢余光中 他是我最大的偶像 他还会写什么 会模仿那个什么 大名小心 大象 大象 你的笔子怎么那么长 妈妈说 笔子长 酒醉漂亮 有他我们更快乐 王默然虽然现在主打原创招牌 但是却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培训 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他我更喜欢音乐了 我就天天想弹他 我就听他声音 我就好开心 那听说我们的火星小台女王默然同学 能够在三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创作一首歌出来 叫做西游记 沈阳唱去的西游记版 西游记 四人齐三家快乐女生 我是那只小白龙 人也是骑着我的帅堂桑 唠唠唠唠唠 没完没了 丁丁是我的大师兄 染了一头小黄梦 鞋架是我的小八戒 每天就是踏实的泪桌 我们只有在一起多快乐 每天都曾分开过 你是我的第一人 第一人 我欣赏你的自信 王默然高唱着这首《假想笛》 出现在沈阳唱区十进六的比赛中时 所有的人都被他逗得忍惧不惊 你送的那些小花早被我扔掉了 你是我的第一人 第一人 鬼马精灵的语言轻松活泼的旋律 这样人不禁想起09年的快女曾益克 我很欣赏她 我觉得她的 她其实挺真诚的一个人 很真诚 对 还是她唱得好 我们都唱得挺好的 同样的问题被人问的多了 火星小才女就有了这首《我不是曾益克》 《我不是曾益克》 《也没人叫我让歌》 《我没有绵羊音乐》 《从没写过诗之作》 《我们不过都是一样热爱生活》 《都一样喜欢写作》 如果从楼到尾都是这样的曲风 受得了吗 虽然在第二轮演唱中 王默然带来了一首颇有趣味的小雀斑 但这并没有让她再次赢得评美的心 唱歌变字变成了卷发 梦幻的翅膀拿去了 那她的命运是 离开 离开 没有专业的基础 没有系统的训练 完全凭借个人对音乐的爱好 以及天马行鸿的创作 这位非专业音乐人士一路晋级到全国37强 不但赢得了众多粉丝 也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对美花儿蔡婷玉遗憾指数 负责心 我是一名学生 没有音乐我去使 也许我就是下一位李雨春 这个是音乐如生命的姑娘 一出现在今年沈阳唱区的暴民现场 就引起了一阵骚动 因为她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去年花儿朵朵的亚军 已经成为艺人 却仍然要来参加比赛 蔡婷玉被众多网友指责为借快女炒作自己 对此蔡婷玉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用心的唱歌 凭借着不俗的实力 蔡婷玉一路顺风顺水 顺利晋级全国37强 蔡婷玉第一首歌的表演 有点像拿了一个新的棒子使劲乱挥 你的力度全是十分的力量 缺乏力度的弹性 还有一位要离开我们 那就是蔡婷玉 这样的结果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蔡婷玉 下台之后也破天荒的哭了 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爸妈 我真的加油了 不许把我拍手 特立独行造型百变 个性张扬的蔡婷玉 这一次没有再创造奇迹 但是她给我们带来的是重新开始的勇气 和对音乐无附加的追求 希望大家以后还能看到更好的蔡婷玉 加油了 我们王沐然 蔡婷玉 丁丁 还有其他被淘汰的选手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支持者了 有很多人不希望他们被淘汰 但是比赛就是这样 所有人会晋级 所有人会离开 那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呢 能够把更多的力量汲取出来 然后爆发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的特别板块 我们的快女快答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唱区的 刘琳和苏妙玉 想唱就唱 快女快答 各位好 我是马瑞 每一个快女的给我们在舞台上 观众朋友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快乐 还有音乐的享受 与同时她还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所以今天呢 又有两位快女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她们就是来自广州唱区的苏妙玲和刘琳 有请 导演特殊的交代 让我离你远一点 因为你个子太小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要替很多的喜欢你们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粉丝啊 要向你们问一些问题 问题不难 就是比较刁钻而已 小小的年纪 为什么那么喜欢唱老歌呢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复古 然后我就想突破一下自己 用这么小的身体来唱老歌 给大家听 给大家听 我们在现场呢 给你一个任务啊 来 给她一首流行歌曲 让她唱一下 梦里面 哒哒哒哒哒哒 你到底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可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要再对我好一点 好 有的人说你是这个最坚强的快女 你觉得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这个称号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 也不是很坚强了 其实很容易被打垮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想唱就唱的快女快打 你知道吗 但是你打的好慢啊 就是我讲话就会这样做 就这种是吧 就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这样 在舞台上啊 大家都觉得你特别淡定 那么有的人就问了 这个淡定是哪里来的呢 是装出来的硬撑出来的 还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绝对胜利的这个把握呢 其实我的淡定是来自我的家族 因为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很淡定 然后我哥哥过来看我比赛 都是就这样做的 就不吭声 一句话不说 我打电话跟我爸妈说 我说我晋级了 然后他说 好 那再说吧 你发现自己去买彩票中了大奖 然后你发现自己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拿到了全科的全部满分 哇塞我太厉害了 不是 就是还好啊 你也不属于那种很淡定的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下次比赛能不能不唱淡定的歌了 如果大家能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在每个人的面前展示都不一样的书面琳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延续走一个淡定的路线 我们在这里呢要问一下两位了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其实他一点都不是就是 不是看上去这么弱小的 他其实力量很强大 他就怕 就摔坏了 发脾气就把电脑给扔了 然后他是自己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怎么就 就不开心 我觉得这一点能证明的不是他力量大 是证明他有钱 你爸爸他的量吗 脱了丢 脱了丢鞋子 他 我理解 就是说一推开门满地都是他的衣服啊鞋什么 直接通过这个就直接可以走到床上 我就把鞋 诶 踹过去什么呢 我就 就可以踹到一个地方 如果我放的话 可能还会放到不同的地方 找不到别的另外一只 广州唱区是非常团结的一个集体 我自己也是本身就每天在电脑前面看那个沈阳和长沙唱区的从海选开始唱 也许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会开会每天都有 哇真的 你们这个集体还很森严啊 我想代表平常喜欢吃什么 我就是一切所有辣的东西都可以很辣的那种 好你就直接送辣椒过来就可以 我觉得就是还希望他能开心一点唱歌 然后就是唱歌我觉得他实力没有问题 我相信他能拿冠军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由于这个路途很漫长的原因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妙龄她的粉丝没有能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但是我们的粉丝给她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没办法来到现场 但是我看到你们跟我说的话 我已经感到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啊 感到很庆幸能够让这么多的人疼爱我 然后还是一句很感激 那现在呢问你了 有的粉丝呢称你为犀利妹你怎么看待 犀利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怎么说呢 犀利啊 这很难很难解释 你解释一下 犀利就是 奇怪了 好 你知道犀利哥吗 就爱 那就奇怪了 就说你奇怪了 就是走路带风的那种 对 就像我平常走过你们身边的那种感觉 你 你走 你走过身边留下都是鞋啊 袜子啊什么的吧 我是抱着一个打酱油的心态过来 但是走到这一步的话 我 但走到这一步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那我们的粉丝们不管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都非常支持你们两位 然后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发挥 好吗 谢谢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想唱就唱 那我们明天中午呢 将会带来成都西安和深圳 和杭州 杭州三个唱剧的选手的采访了 好了 我们大家明天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